神语救急龙到底谁更强 社长又研发了新型决斗盘 把自己的卡组给了电脑 并且包括三张青眼白龙 然后以一个骚气的姿势 虚拟影像设置弹出 机器人表示他要先攻 简单守备怪兽结束回合 面对机器人社长十分膨胀 召唤怪兽就发动攻击 是电子弧 什么 我牌组有这张牌吗 电子弧的效果是消灭全场怪兽 在召唤牌组上方五张卡中的四星怪兽 瞬间双方场上怪兽铺满 祭品规则出现了 召唤高等级的怪兽 需要四星怪兽作为祭品 果然是青眼白龙 然后又召唤出龙族霸王 等等 你为什么可以一回合召唤两只怪兽 机器人表示我听不懂 然后又加了召唤龙敌 社长慌了 这套路我熟啊 患龙敌可以召唤两只龙族怪兽 所以三只青眼白龙出现在场上 接着机器人发动融合 将三只青眼白龙融合 变成青眼究急龙 我靠 一个机器人你不要太过分 就在欧豆豆担心欧尼将的时候 社长看着纠吉龙居然笑了 然后就是打牌打出幻觉 他看到了游戏 想到游戏对战自己时候的神抽 社长表示他也练成了 然后一个帅气的姿势 他抽到了神志卡 将场上的三只怪兽当作祭品 召唤欧贝里斯克的巨神兵 发动特殊能力 吸收几方的两只怪兽 果然有了心欢望了就爱 社长毫不留情地让巨神兵发动攻击 一拳就捶烂了纠吉龙 白架被捶了个粉碎 更过分的是 虚拟怪兽打出实质伤害 隔空打爆了机器人 欧豆豆都看呆了 社长此时感觉自己无敌了 他要开始战斗城市了 此时王漾正在和杏子约会 之前遇见了埃及老姐埃西斯 告诉王漾想找回记忆 就要来这里参加战斗城市 果然王漾一来就遇见了熟人 美丽性感并且换了身衣服的孔雀舞 还有之前的对手龙骑和雨娥 和一个打鱼的 突然社长的大脸出现在屏幕上 宣布两条参加条件 第一个是需要新型决斗盘 第二个则是输的一方 要将雷亚卡交给赢家 然后直升机突然出现 社长宣布战斗城市开启 马力克此时也得到消息 开始召集人手 他也要开始搞事了